属猴人2024年财运在哪个方向,哪个方位财运好,想要财运更加理想,找到适合自己的求财方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不同的年份,人们在财运方位也会有所变化,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属猴人2024年的最佳财运方位是哪里? 生肖猴的朋友在2024年的最佳财运方位是西北方位,在这个方位上能够获得一些比较好的赚钱机会,而且人际关系也非常不错,不管是与家人,朋友还是同事,领导都能和睦相处 良好的人际关系会给属猴人带来很多好运,能够推动各方面的发展,比如事业高升,家庭美满,生活状态十分惬意,很少会有烦心的事情出现 而且属猴人在西北方位上,心态也会有很大的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极悲观,能够努力地去奋斗打拼 在他们的坚持不懈之下,会迎来很多的财富,经济情况较至以前将会有明显的提升 所以属猴人在2024年的时候,可以经常在西北方位上走动,在家里也可以在这个方位放置一些寓意比较好的吉祥物品 这样能够催旺极位的旺气,从而让个人的发展越来越好 属猴人在2024年的最佳财运方位,还有正南方位,在正南方位上偏财运特别旺,喜欢打麻将的朋友 如果坐在这个方位打麻将,赢钱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而且还会有一些意外之财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属猴人在正南方位可谓是好运连连,喜事不断,有求职意向的朋友 可以考虑这个方位上的公司和企业将会找到一份收入各方面,都令他们满意的工作 除此之外,正南方位也可以提升个人魅力 单身的朋友如果在家中的正南方位,放置一些有助于感情发展的吉祥物 可以提升桃花运,帮助他们结交到更多的异性,有效地增加脱单的概率 属猴人在2024年比较忌讳的方位是正东方位 在这个方位上会被被霉运笼罩,总是遇到很多糟心的事情 比如工作中频频失误,与同事发生矛盾,夫妻关系紧张,信任危机等等 这一系列的事情都会让他们烦不胜烦,也导致工作和生活呈现得格外坎坷 属猴人在正东方位,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不好的 遇到问题容易焦虑和紧张,还经常出现抱怨的情绪 这样表现,必然会让他们的发展情况变得更加坎坷 不管对工作还是生活,都会造成极大的困扰 所以属猴人在2024年的时候,应尽可能地避开这个方位 否则将会诸实不顺 属猴人在2024年也要远离正西方位 因为正西方卫会带来烂桃花,对他们的感情极为不利 特别是已婚人士,如果经常在这些方位活动会面临比较多的诱惑 而个人的立场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定 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做出背叛婚姻和家庭的事情 所以建议属猴人在2024年最好避开正西方位 特别是卧床,不要对着这个方位摆放 以免感情出现问题带来一系列麻烦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和群成了一种常态 那么不和群将会是一种罪过 在现实生活中 当人面对社交关系时 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和群 而另一种就是不和群 而在这两者之中 大部分人都选择前者 而很少有人会选择后者 选择前者的人 他们乐于混迹在群来群往的圈子中 以身边朋友的多少 作为自己是否活得充实的标准 而选择后者的人 他们简直就成了前者眼中的异类 一个人独来独往 也不理会谁 而是一个人走向远方 其实和群和不和群 这是人生活状态中的两种不同选择罢了 因为这两种选择 既跟人的性格有关 又跟人所处的环境有关 而我们很多人 总是喜欢在和群和不和群中分个高低 总想看看这两种人中的哪一种人 他们能活得更幸福 说实话 不管是和群也好 不和群也罢 都是不同的生活态度而已 只要跟自己的性格相符 就可以了 但是 当我们拿着两者来对比时 我们能发现和群和不和群的人 他们的差别很大 和群的人害怕寂寞 不和群的人享受孤独 在人的天性之中 人最为厌恶的 应该就是那一种孤独和寂寞的感觉了 尤其在那些性格开朗 喜欢交际的人看来 孤独一个人的生活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比暴打他们一顿还要难受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因为孤独会让人产生 与外界格格不入的心理 这种心理就像是阴影一般 笼罩着人本身 这是针对和群的人而言的 而那些不和群的人 他们与前者相比 貌似更喜欢一个人去生活 喜欢沐浴在孤独中的自由 不怎么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 享受独孤 是后者一个较为重要的特点 这个特点 会让他们在一个人的世界中 越走越远 直到收获幸福 和群的人喜欢听取群体的建议 不和群的人自由主见 在一个圈子中 如果你不是圈主 不是群主 那么你的意见 别人就不可能会听 而身处在圈子中的成员 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木偶 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傀儡 因为和群的本质 那就是不在自我 一个人在圈子中的位置和发言权都是微小的 除非你的视力很大 一般的和群者 他们身处在群体中 便只能听取别人的建议 而不可能有自己的主见 就算有 也改变不了什么 而那些不和群的人 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喜欢独来独往 正是因为独来独往 所以他们才会 事事都自己做主 不管这些不和群者 面对什么 他们没有团队的帮忙 也没有圈子的帮忙 就只能自己去解决问题 当他们解决问题的次数多了 自然而然就会有自己的主见 凡是不由别人插手 可以说 有主见的他们 听不尽别人的建议 有可能还会过分自我 这是他们的不足 和群的人纠结于群体 不和群的人活成一个世界 为何人会和群呢 因为这个社会 本就是由亿万万人所组成的 而人组成的社会 自然就会有群居的属性在里头 当人年轻的时候 不管是师长还是长辈 他们都会劝我们和群 不要让自己过分不和群 过分孤僻 如此 我们便会一直纠结于和不和群 这样的现况 不妨问问自己 以前有没有过呢 其实 每个人都会出现过纠结的心理 而在这种心理的背后 就奋出了两条路 选择第一条路的人认为 和群了那么多年了 还是一直和下去比较好 可选择第二条路的人认为 和群就是一种痛苦 不如自己独来独往 所以 前者会为了和群 而就痛苦半生 而后者 他们看透了和群的本质 也就选择成为一个游侠 特立独行 一个人活成一个世界 和群的人随大流 不和群的人有追求 和群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那就是容易随大流 从而掩盖了自己的目标和追求 就像职场中的一些人 他们往往会在同事的群体中 迷失了自己 总凭靠对方的想法来办事 没有任何的追求 甚至还有一部分人 他们连上个厕所 连吃个饭都要和群采取 不和群 他们都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目光 这样的状况 其实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但是 如此常见的行为 又有何意义呢 相反 那些不和群的人 他们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 不仅不会主动与人打交道 而且还冷冰冰的 虽然被人说成是异类 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追求 可以说 他们目标明确 也不会说为了某些人而停下来 而是自己默默地努力 默默地奋斗 最后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总的来说 不管是和群也好 不和群也罢 找好自己的定位很重要 只要自己的性格适合哪个位置 就去哪个位置 因为和群有和群的好处 而不和群有不和群的优势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才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感谢观看